大家好 本田老刘啊 这一期带大家看个大的啊 这个绝对够全 本田一些保养间的全家福都在这里了 我们这一期 把这个所有的保养间啊 给大家介绍介绍 包括一些更换周期啊 有越的选择呀 以及使用注意事项啊 从这几个方面给大家一一的介绍一下 之前呢也做过一期那个机油的一些介绍啊 包括一些怎么样选择啊 做过一期啊 这一期我们在 简单的机油简单的再介绍一遍 还有一些 变中香油啊 它的一些种类啊 更换周期啊 是什么样子的啊 我们重新再介绍一遍 还有一些本田的养护品啊 怎么样正确的选择啊 怎么样去使用啊 还有一些 滤芯类的啊 火花在滤芯呢 它的一些 更换周期啊 包括一些使用注意事项啊 给大家来个 全系的 介绍一遍 把这些给大家全部介绍一下 全部介绍一下 就覆盖了 所有的保养间啊 基本上的保养间 都在这里了啊 除了那边的那个电瓶 还有这边的轮胎啊 也在这里 多少时候 一起给大家顺便 都全部介绍一遍 这一个视频拍下来以后呢 我相信 对你的保养 有一定的帮助啊 你以后的保养 该怎么做啊 该怎么选择 心里就会有个底 有个数啊 嗯 里面可能会教你一些 省钱的小小方法啊 小妙招啊 省钱的小妙招 嗯 还有不同的车啊 用什么样的油啊 用什么样的火花筛 用什么样的绿芯啊 这个里面都会给大家 一一介绍一下啊 包括养护品啊 什么样的车 选择什么样的养护品 都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所以说这一期节目做完了以后啊 大家对车辆保养 零部件这一块啊 都会有个深入的一个了解 由于这个配件比较多啊 保养件比较多 我可能要分三集到四集这样一个 那去拍这个视频啊 所以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完整的把这段 保养件的视频啊 看完啊 希望大家把这个完整的看完啊 对册子的所有保养件啊 做一个全方位的了解 不管你是本田啊 东本也好 广本也好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大家都是本田啊 可以参考 这里面都是广本的一些保养件啊 嗯 好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要拍啊 我们先从机油开始拍 机油然后做一集 然后 别容香油做一集 养护品 做一集 然后各种滤芯火花灾做一集啊 这样的话做下来以后呢 基本上就全部覆盖保养件了啊 就是保养这一块 所有的配件都在这了啊 都在这 还有什么想需要老刘拍视频讲解的啊 请可以私信啊 评论一下也可以 我会给大家尽量满足大家的要求啊 好吧